你如果不做准备 就是你全身脱光光涂满番茄 这样走进野生动物园 你那样才叫挑衅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卧槽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但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哎呀这个很久没见了 我们卧槽的Podcast 终于在睽違了三年之后 重新重出江湖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们 可能还好 怎么这样子 你不要以为真的没有人在听 我们三年前在录卧槽庙政治 那时候帮大家庙一下 台湾的各种中央政治议题的时候 那录的时候也是想说 录Podcast这种广播 有没有看到真的人 也没有看到很多的留言 在我们这边 到底到底有没有在听 结果有一天 我记得那个时候 好像是有机会受邀到一个大学 就不透露哪个学校去演讲 然后演讲完 后来就有同学来说 大一读政治系的同学来跑来找说 某某某某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卧槽庙认识里面的某某某 说对啊 你怎么发现了 我就是听了你们的Podcast 我还决定要读政治系的 你陷害了一个学生 对 如今他还好吗 让我觉得 如今 让大家我们确实降低的功能 参与政治的门槛 让他多去关心政治的一体 甚至还有高中生 因此决定去念政治系 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好的 希望大家就是多多留言给我们 不然我们就会录得有点心理惶恐 我们这个要不要来聊一下 过了这段时间 到底我们都在忙些什么 公民行动指南 对 公民行动指南 请大家上网搜寻公民行动指南 那我们里面来写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说 如果真的碰到一些灾害啊 或者是战争的时候 到底我们一般人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是可以做什么准备 可以做什么准备 或是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有些应变的措施 像是你如果你应该准备好什么啊 你要准备多少水啊 准备多少食物啊 那你应该要躲去哪里啊 像频道就是那个会 这个突然手机收到讯息 说什么警报啊 然后空中就传奇那种 嗡嗡的那种声音 手机上的国家级警报 对国家级警报 如果你不是边缘人的话 应该就收到 如果收不到这个讯息的话 我们手册里面也有教大家 怎么设定 让自己收到这讯息 让你如何变成不是边缘人 让你成为 这个收到到国家级警报的 好如果你听到说 你真的要躲 那你要躲去哪里 你不知道 所以你如果有买 我们公民行动指南的话 一开始就这样退缩 后面马上就成为离开的时间点 大家不要听到这里就离开 后面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出这本说 告诉大家 碰到各种这种灾难战争的时候 你可以做什么 做什么准备 准备多少食物水 然后你要去哪里 那你要不要练习的 比如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背起来 然后到底有多重 然后你要移动到哪些地方去 暂时的躲避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买 如果已经买了呢 可以多买几本 好总之呢 除了这个手册之外 也希望大家接下来 可以持续follow我们的Podcast节目 也会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 然后这些相关的讯息 我们当时开始要做的时候 还没有发生 2022年的2月底 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 在那个之前就开始制作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想说 我们要加一些更多 更积极的一些做 所以像很多人 看完我们的手册说 哎卧槽你们怎么这样 太让我失望 你们居然没有教我们 怎么做汽油蛋 所以对 我们当时是比较像 实际上用 先不要 我们很怕有那种社会新闻 说看了卧槽的 公民行动起来之后 再加试图尝试 制作汽油蛋 然后就发生了危险 我们不希望看到 这种新闻发生 对 所以就是我们并没有 教大家怎么做汽油蛋 但是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方法 你也可以参与全民防卫 你不一定是要去 做攻击性的 你没有武器 也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为我们增加 全民的这个防卫的任性 所以我们赶快讲回来 这个Podcast节目 讲了太多前面了 民防官 为什么市的 这个节目的定位在哪里呢 定位 对不起 我刚才想到 我们现在录音室的定位位置 在哪里 好抱歉跳过 不要讲冷笑话了 冷笑话给直接剪掉 你看我们一般 开始讲那种 全民防卫啊 国防啊 战争这种议题 大家会觉得 这是什么 好讨厌 这关我什么事 就是很远嘛 所以呢 没错就是关我什么事 所以我们想要传达 就是那种 雅俗构上老少贤义 男女老幼 都可以理解的民防知识 因为确实 像这些议题 对我们平常生活 都非常过关系 你可以想象说 就是有点像我们 碰到流行感冒 那个流行病毒 或者COVID-19一样 你要打疫苗嘛 我们如果面对 可能的战争的威胁 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每个人 都有足够的基础支持的话 就有点像先打了疫苗 我们就有更好的防卫 不会马上就GG了 就可以提高 我们整体的社会任性 不会就是一开始就开战 就输了 就倒地这样 好的 任性的任是哪个任 任性就是任 因为现在只有讲话 所以要跟大家多解释一点 就是residence那个任 你这样没有解释透吗 residence每日一致 我们还是像我们 相关的资讯呢 都会放在我们 包括下面的资讯 哪可以有 我们以后每日一致解释 任性 就是那个任感 真的 我刚刚是不是讲三话 没关系同事在简 强刃的任 强刃的任 这个任性是强刃的 我觉得我现在讲强刃的任 大家不会吗 哦 原来是强刃的任 这样讲我就懂 稍微解释一下 好强刃的任 任性 社会任性 就是我们即使碰到一些灾难 那战战当然是一种灾难 我们不会说 我们无敌不会扣喜 但是呢 我们受到损伤 我们可以很快的复原 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有弹性 这样子 我们可以撑住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说 战争的样貌 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 就并不是就单一的想象 而且就是碰到战争 我们可以事前做好准备 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也可以知道怎么应变 就不是说 我好像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很无助 可以透过事情的准备 了解相关的知识 你就可以降低焦虑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碰到这种事情 就会觉得说 哎呀 我们就 中国这样危羞 我们要打我们怎么办 那么我们就 我们就投降好了 或者说我们改变我们的投票行为 我们去投给一个 不会让我们发生战争的 这个政治人物 其实这样的话 就会让台湾的组权 逐渐逐渐就慢慢慢慢被侵蚀 削弱 或者是中国的威胁 就会更有效果 对 因为中国 你看这个校园的霸凌者 最喜欢霸凌谁 最喜欢霸凌那种 就是你看 不会反抗的人 不会反抗的人 你们看那些校园拒着让人 就是你就必须要当一个 就是你会打回去的人 那这样恶霸就不会在霸凌 其实对我们一样 就是你在国际关系 我们就是在一个 很不巧的 我们就是有个天在旁边 就是我们住在离恶霸很近 他常常要堵你 这样子用东西敲你 你要反抗 你如果你不反抗的话 他就会每天这样子去烧 我们要懂得如何自救 偷向或是赤若 你只会被越来越欺负的更长 总而言之 基本上我们做这样子的准备 就是增加自己心理的准备 然后增加社会的任性 那也让中国的威胁 也不再那么有效 对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做好准备 做好战争的准备 反而我们是倡导和平 因为做好准备就能够避战 就能够和平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 或者是很多某一些特定的媒体 就会一直说 我们在讨论这样子的题目 是挑衅中国 讨论这样子的题目是 台湾就会打仗 对 你如果不做准备 就是你全身脱光光 涂满番茄酱 走进野生动物园 你那样才叫挑衅好不好 这个比喻可以吗 这个比喻可以吗 可是我们不是脱光 脱蕃茄酱呢 萌萌自己很喜欢吃蕃茄酱吗 好 那把这个画面消掉 画面消掉 好 大家那个脑袋里面画面擦一下 我不想要想象萌萌 不是我 我刚才是举例 好的 所以讲了这么多 我们节目要正式开始了 好不好 还没有开始 好 今天我们第一个要 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 就是要说 重新让大家认识 现代战争的样貌 现代战争 要么到底长怎样呢 台湾就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在台湾 一般的情况 大家如果谈起战争 想到的画面 一般大众来说啦 可能大概想到的就是 萤火虫之木啊 捍卫战士的那些画面 没有 没有 萤火虫之木 广播前 那个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萤火虫之木是个 1980年代 日本推出的一个动画 我们可能会有世代差异 他是描述 没有 我觉得会听我们这节目的人 基本上都看过 萤火虫之木 好吗 不是 我已经都选了捍卫战士 比较新的 你想怎么样 好 总之 就是会想到一些电影啊 或者是动画里面的 那些画面啦 比如说飞弹发射啦 战斗机起飞啦 轰炸等等的 然后如果有些 可能家里的长辈 如果聊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就会讲一些 就是金马823炮战 之类的很辛苦啊 或者是什么 他们那时候都看飞弹 飞来飞去之类的画面 对 所以 因为其实我觉得 大家对于战争的羊毛 都非常受到媒体的影响 当然比如说 有那种最经典的案例 就是1990年代 1991年左右 吧 初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不玩战争 那个时候是 美国和联合国联军 去就是攻打压克 那那个时候就是 有一些很大型的 过新媒体开始 就是会对战争的画面 做现场的直播 那因为当时的科技啊 开始允许这方面的发生 所以大家你坐在家里 你看到电视打开就 呜 就可以看到那种飞弹 然后在空中中 那种夜晚 然后火炮失色 大家就留下一个影响 原来那就是所谓的 现代战争嘛 等于说我们慢慢 对战争样貌 就被那个时候 已经很定毛 开始觉得 如果发生战争 应该也会像这样子 但是现在科技很进步了啦 就毕竟跟90年代不太一样 当初可能都只能 透过电视啊 或者是这些 比较传统的媒体 但现在比如说 不管是乌克兰战争 或者是塔利班 进入科布尔 其实在推特啊 YouTube上面 都会有蛮多 现场实际的画面 那比如说 不管是军人 头盔上挂着镜头啦 那或者是女性难民 他们直接做一些 社群记录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时代 战争很写实 很残酷 然后非常接近 一般老百姓 人性的一面 因为现在就是 各种社群化 就是但我一般人 平民有这个社群媒体 军人也有 他们有些人 就自己会把一些日常 他们记录到的 其实是军人的画面 给放到这些社群媒体上 因为透过这种 新型的社群 媒体的这种形态 所以大家对于 想象战争的画面 又完全不一样 我想大家应该前 尤其那时候 刚开战的时候 应该在自己的 不管是推特啊 Facebook啊 或者IG啊 可能都有看到一些 就是很 这个这是乌俄 这个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 发生战争的一些样貌 像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那种 应该看过很多那种 就是士兵自己发生 赤真飞弹去 就是把一些 不然直升机 或坦克机会的画面 或是直接拍什么 士兵啊 在碉堡啊 或者豪狗的生活 因为你可以回去想 刚刚我们前面 想到什么 什么一些国际媒体 他们不可能当时 在跟乌克兰 在伊拉克的 那个时候的战争 他们不会进到 这种细节去看嘛 所以现在会看得到 所以其实就会知道说 好战争不只是那种 就是很大型的 飞弹坦克 射来社区 这种大型叙事 其实非常影响到 每个个人的 不管就算是士兵 或是你是 一个战区的居民 从你的视角的角度去看 你都是受到 战争影响的一份子 对 所以我们以为 现代战争 就是飞弹精准打击啦 然后战斗机 丢炸弹到一个地方这样子 然后接着就会进行压制 好像大规模战斗 很快就会结束 而且在国际法 跟舆论压力底下 交战国会 尽量减少平民伤亡 真的是这样吗 理论上来讲 你可能看到的画面 你看我们可能原本看 都是看到 我们以这个战斗机 轰炸机的视角 去看这个画面 所以看到都是大叙事 但是呢 你看你没有看到 那个轰炸机 飞弹投下 炸弹投下去 被炸到那个地方的画面嘛 现在是因为社群平台 就各的 这种媒体各个发达 每个人都可以是 传播的一部分 你看我们以前 想到战争 你看如果这种最传统啊 或是那种新闻报导啊 我不知道这次 可能大家看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 这个战斗的话 会有那种想象中 有一个前线 现在是谁又占领了 哪个区域 然后俄罗斯 现在又反攻占领了 哪个区域 乌克兰又夺回来 哪些地方 会有前线 正在战斗的地方 那会有后方 就是现在没有发生战争 是平民 还可以生活居住的地方 但是呢 其实现在 如果正在战争中 你即使身处后方 因为有非常高科技的武器 像不管就刚刚讲的 一些轰炸机 战斗机 还有像一些无人机 还可以透过很多 骚扰的房子 就直接 其实不是在前线 交战的区域 像一些无人机 还可以透过很多 骚扰的房子 就直接 其实不是在前线 交战的区域 尤其是说战争 进入到总体战 需要全体的 国民的资源 一起来加入战争的时候 每一个人 你可能都会受到想 因为你可能会 为这个国家的任性 因为你会要提供 这个国家 或这个都市的基础 比如说你是 维护电力的人 你是维护流的人 或是你是生产事物的人 你对这个城市的维护 有帮助 那敌人可能就会 想要攻打你 所以反过来 那你也要守护好自己 不管是你自己的生命 或是你自己的 工作的领藏域 其实你在 做一般的生活 你只是去上班工作 这也是战斗的一部分 其实以现代战争来说 我们这一次 在乌克兰的经验里面 好像可以看到说 很多时候 最常发生的 会是比如车祸 或者是逃难的时候 这种交通 跟生活上面的混乱 其实也是 非常会影响到 战区 或者是占领区的 一般民众 那比如说前几天 这个乌克兰南部的大臣 大臣奥德塞 被俄军的飞弹攻击 那就连世界遗产的 东正教的一个大教堂 明明不是军事设施 都会被俄军飞弹炸 因为现在其实 大家有时候会讨论 这个议题的时候 都会讨论说 那像中国 在我们讨论中国 它会不会用飞弹打台湾 如果中国用飞弹 打台湾的时候 它会打哪里 有些人论点就是说 因为中国的飞弹 也不是无限的 而且命中率 也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它一定会锁定 最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 像比如说 是什么电厂 水库 或是像重要的军事设施 军事基地 或是一些重要的官方机构 像什么总统府 行政院 会锁定这些地方打 但是你如果 照这个例子回去想 像你看俄罗斯 那干嘛又打 那个什么 东正教大教堂 那个有什么军事功能 还会帮忙回血 或什么 其实某些程度 就有那种感觉 你想想看 就是如果在战争中 你所处的社会 你所处的社区国家 有一些非常重要 有象征性 它可能没有真的军事意义 但它有很象征性 你看如果你是彰化人 然后那个彰化大佛 就这样被飞弹击毁 彰化人真的对彰化大佛 有认同感吗 还是我们外地人的想象 不知道 一个举例 对一个举例 就是这种象征性 有文化意义的一个建筑 被摧毁 你就是士气会受到打击 你就可能会失去抵抗意志 但也有可能反观 就说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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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 逼逼逼 报仇 然后这个替大佛报仇 或是比如说像 这样透露一下 卧槽的办公室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旁边 在哪里 不是总统府 在总统府境 我们在一个叫做 中正经典堂一个机构旁边 如果中国发射飞弹 够把中正经典堂给炸坏了 那我们卧槽的人一定会 高兴 省了好多事 不用再开转型这一个工作房了 这好像不是很好 对 但我知道 你看大家可以想 比如101好了 它可能 一些血区卵都疏散了 然后没有人因此被 因此伤亡 但是这个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物 被摧毁了 那确实会对明星士气 造成打击 那再极端一点好了 医院 理论上根据一些 就是国际的法规和默契 其实不应该对 像医院啊 学校这种地方做攻击 那我就真的打了 我中国人我就真的打了 它就造成可能很多 无辜的人 尤其是小朋友学生 或是病患 原本就已经在救治的人 的伤亡 它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军事役 但是它造成你非常大的打击 它可能会让你的社会 变成说 啊 好啦 这样子太惨了吧 哇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以为只有军人会死亡 没想到这些小朋友 学生啊 或是在医院的人会死亡 这样好可怜哦 我们要上 我们要上街游行 我们要跟政府讲说 政府我们不要再抵抗了 我们就投降吧 我们不管什么和平协议 就签了签吧 它有可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 你就想说你不是军人 但是你的决定 你是拼命而已 但却可能会受到这些影响 而改变最后战争的走向 而且有很无奈的现实啊 就是台湾跟乌克兰 其实旁边都有一个恶灵局嘛 恶灵局 对 就整天在那边说 啊 你是我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一边说是你血亲 一边说 一边就是继续的威胁你 这样子 典型家暴 典型家暴的情况 对 那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 就比较可以理解 为什么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 台湾的民间 或者是台湾人 越来越重视民防的议题 或者是对这个题目很有感觉 那因为台湾的处境 其实就跟乌克兰非常类似嘛 就一样有一个大国 那有入侵的风险 对 那如果我们想要保护 现有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就必须要大家一起努力 不管是心理上的 或者是政治上的 各方面的准备都要做好 对 所以其实我们像 我们这一系列的Podcast 我们也想要带这个观点 就是说战争 或者是说要守护台湾的主权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非常重要 以至于就是说 不能只交给政府 或者不能只交给军队 你看平常我们很多事情 交给他们不放心 我们都会想说不行 我们民间我们自己来 也要来关心 也要来倡议 所以像这个议题也是一样 我们不能把战争的准备 只让军队负责 或者只让政府负责 这整个国家 这包含了 就是每个人 或者是社会大众 各个团体 都必须要战争 正视这个战争可能的风险 然后要做好 面对战争的准备 就刚刚讲的 物质准备 心理准备 技能知识上面的准备 都要先想清楚 我们一边讨论 做这个准备 但战争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个预兆 或者是迹象 可以判断吗 这好像这个什么 是国师的题目 是吗 好我们先先起到 我们的特别来宾 唐国师 好朋友 好不要胡说八道 赶快回答我的问题 好了 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 会有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 很多战争的样貌 比如说媒体看到 哇是不是飞机 大炮空袭发生的时候 才开始 还是说就是说 有人开始 时尚的时候才开始 那到底那个战争开始 在简单什么 到底在哪 我觉得这是 现在战争 比较麻烦的地方 因为除了就是 科技武器的进步之外 还有各种那种 很复杂的那种 战略的 这个侵略的方式 在改变 比如说 一般古早而言 大家好 这个战争开始之前 都会先宣战 然后大家约好 就是什么 几月几号 不见不散 我们在什么 天之涯海之边 我们就决一死战 然后就两边会 就是对阵这样 那是古早 会就彼此先宣战 但后来其实就发现 很多会开始 就是走一些 就是边边角角去试探说 我如果不宣战 就偷偷去打别人 那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在国际法上 会有这样的默契说 你必须要宣战 才能够开始打 不然就偷袭 你会受到国际的谴责 或者制裁 但国际检则有用吗 会不舒服 心里会不愉快 会有点不高兴 对 那当然也许用制裁的方式 像俄罗斯 这次就是攻打乌克兰 对 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他就不是使用这个 他就不是用宣战 他就说出一个 什么很特别的宣报 你知道什么 特别军事行动 我没有开战 我只是采取了一个 特别的军事行动 我派我的军队 到你的这个 你的领域里面 去危安 去维持秩序 把你的这个国家里面的 这个原本的纳粹分子 浩兜分子 给这个赶走 给这个打掉 你们乌克兰 你们不要抵抗 我们是王师将领 你们就起来归归 归降给我们就好 好像整个听起来很恶熟 中国对台湾的说法 是不是也是这样 很接近 一小撮的台独分子 对不对 我们只会针对台独分子 进行制裁 我们的飞弹 只会针对台独分子而打 飞弹打下来 不会认你是台独分子 还不是台独分子 所以说就变成是 像那个战争的边缘 是非常难去算 他可能不会事前的宣战 那可能会是 比如说 像俄罗斯这次也是一样 他在2022年的 二月底 算是正式入侵 但是他之前 从2021年底 或是在2022年初的时候 他就开始用演习的名义 就在边缘 就是步兵都 这个步兵都放好了 就在那边 没有了 我演习了 我没有打 我没有打 这样 但是那时候 其实世界各国 都有在警惕乌克兰 或者说战争可能 随时会发生 但是他又没有说要打 就算你看起来明显 说 他就很怪 他就拿那一堆 就是好像就是 随时要跑这个样子 那如果他没有宣战 你好像你也不能说什么 所以以现代战争来说 可能那个开始的时间 或者是实际上发生的撞突 好像很难 就是真的去判断 或者是去判定说 是不是战争开始 因为比如说 有一个人拿着棍子 在我家巷口乱挥 那可能只能觉得说 他想要威胁 或者是让我们这边的人 感到心理上不安宁 但你没办法说 他一定会攻击你 他这时在棒子乱挥 他可能就是一个 那个棒球运动的喜好者 这样子 或者他可能说高尔夫球 他可能在练习灰干 可是他这样很危险 没关系 他如果打到你的法律 就会制裁他 他没有打你 对不对 你这样子 你好像也不能说到什么 就他真的打你之后 法律也就是口头骂他一下 然后那个人心里有点不舒服 或是以台湾为例 他如果挥下去 我们台湾可能就挂了 那你不能挂了 只要说 国际法谴责 我们也很遗憾 对 就是让我们离开 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要 在事前就要先做好准备 因为现在这种战争的形式 叫做 会透过一种叫做 灰色地带冲突 灰色地带冲突 它就不是黑 也不是白 它是中间有点模糊的边界 我自己之前举的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个后背又有世代差异 就是 大家小学的 或是这个中学的时候 有没有就是 大家坐的位置 有时候是常坐 然后当时就常坐 坐两个人 所以中间就会有人 用立可白画一条线 哇 这真的有世代差异 现在的客桌仪 可能就是这样子 会有什么 会用立可带吗 现在不是常坐了啦 但你讲完 就是我们古早的时候呢 就是会有常坐 有个东西要常坐 可以上面可以坐两个人 但是那个中间 要怎么分是谁的领域 所以就怕不公平 所以就会用立可白啊 或用什么 画一条线 那但是呢 就是可能就会 有人开始慢慢吃豆 我偷偷挤一点 偷偷过去一点 或是呢 把立可白挂掉 然后再多挂一点点 好像每一次都是在挑战 那个 我越线了 但好像也没有 他只是压到线 这样算越线吗 很模糊 但是你可能不知不觉 你就会因为 这样的灰色冲突的威胁 而逐渐丧失你的防御力 因为他这边 东吃一点 西吃一点 那最后你就 不知不觉你的 你的领土啊 或是你很多就是 你原本 也许是经济上的资源 也许是外交上的资源 甚至在舆论场域上的资源 都这样被 所以被威胁的一方 其实很难判断 对方是真的要攻击啊 还是恐吓或干涉 战争什么时候开始 像是慢慢折磨 温水煮青蛙 一直吓你 然后来到机会就 就是吃一点豆腐啊 等等的 对 就吃一点青蛙 因为已经煮熟了 好可怕 对 所以像乌克兰 那个俄罗斯的例子 也算这样 因为其实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2022年 这次不是俄罗斯 第一次侵略乌克兰的 那他2014年 其实就开始 那个时候2014年的时候 俄罗斯就 透过这种方法 然后成功的 现在已经并吞了 乌克兰 现在南部的克里米亚 还有部分的东部区域 他们就是从 一小点一小点的 局部的这种战争 慢慢扩大到 全面如青 然后把你的领土给 吃下来 但是你很难去抓到 确实开战的那一瞬间 或者是他之前 透过各种这种 小 一点点一点点 灰色 灰色的冲突的这种方式 去占你的好处 等到他真是派军了 你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 因为他已经把 所有有力的位置都站好 你就只能被动的 接受就可能被他 占领的这个方式 我们常讨论乌克兰的时候 都会觉得跟 台湾的状况很像 因为比如说 中国也常常在 台湾附近 进行军事演习 然后化为什么演习区 然后军舰跟战机之类的 就一直扰台 应该大家有发走新闻 都会可以看到 就是去年到现在 都一直有很多 共机扰台的情况 然后还用广播在那边 就是飞机之间那边吵架 然后骂台湾脏话之类的 对那比如说 我们也会看到 什么铁壳渔船 抽砂船之类的 就一直入侵金门马祖 跟澎湖的海域啊 然后干涉台湾的渔业资源 然后抽砂破坏 海底生态等等的 刚某某讲到的 这种不断的越界 那个一直超过 中线的行为 所以这应该都算是 灰色地带冲突的一部分 对 因为其实台湾 现在就是面临到 非常多中国的灰色冲突 透过一些渔船 但是他们的中国的渔船 其实非常有特色 它可能是武装的渔船 就它不是一般就是那种 可能没有武力 中国特色的渔船 对 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具有中国特色的渔船 没错 对 所以它可能就是 有一点武装能力 然后呢 所以你如果是我们 像台湾一般的渔船 如果刚遇上了 两边起冲的话 我们会吃亏 但是它在那边 比如说不管 偷补你的领域中的鱼啊 或者比如说 有些就是抽砂或什么 你真的要追 你又追不到 或是你又花很多的资源 去追到一个 它就说 好了 阿弥陀你抓到了 你也不能怎么样 因为它是民 那你是官 或甚至你是军 你好像你很难 用你自己的军人 比如说国防部的船 去攻击一个对方 民间的船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你真的 比如说 哇 看到他在做坏事 然后你的公权力 就对他们行使 那到时候他们说 哦吼 台湾的军人 竟然欺负 这个中国的渔民 你这就是挑衅 那我要对你们这个 你们这等于是对我们的 这个 我帮中国人民报仇 报仇 然后就趁机就是要说 那我就把青梅麻祖给并吞了 或者whatever 就做一些就是 更严重的回应 所以他就堵着说 那我们也不敢做 是很严重 做很大动作 去逮捕啊 这些事情 所以他就给慢慢的 慢慢的侵吞 但是你如果完全的 不对这个做反应呢 他一个 当然最简单 他就把你渔货啊 经济资源啊 给这个 这个挖光 那甚至他也可以 就慢慢这个 就是灰色危险 他就慢慢慢慢 比如说 那哪一天 他假如用武装渔船 或抽刷船 他去包围的 我们一些岛 离岛 或是港口 你可不可以用你的军队 去把它给驱离 那如果就是 他就档案前面 就你知道碰瓷 大家还记得吗 中国这种碰瓷 你如果就碰到他 他就说 你用军人 你用那个军队来攻击我 但你如果不碰的话 你可能你的航运啊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也要 都为这种事情 先做好准备 灰色地带冲突 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比如说 很多人听到 共激老台 就会说什么 就打下来啊 但可能事情真的 没有这么简单 尤其在现代战争的时候 可能不是非黑即白 这么单纯的事情 那尤其在心理层面 其实蛮明显 会有这样子的讨论 也是心理层面 一定程度受到了影响 那又毕竟台湾 是民族国家嘛 所以舆论就会 关注这样的题目啊 比如说 共激老台 新闻就一直爆 要求说媒体不能爆 共激老台的事情哦 那比如说 共激老台啊 什么中国航母开到 什么台湾东部海域 等等的 那听起来就觉得 好像很可怕 好像中国很强啊 然后台湾要退让啊 然后不要惹中国生气啊 那所以侵略者制造 这种灰色地带的冲突 其实就是为了 要让大家觉得害怕 然后在心理上面 对台湾造成威胁 那又一些人就会说 什么是执政拿错啊 就是没有承认九二共事啊 就不让中国人来台湾啊 像我们最近坐计程车 就遇到一个司机 一路都在那边骂说 都是蔡英文 不让中国人来台湾 对 那就是这样子的舆论 当然就是会持续存在在台湾 毕竟我们是民主社会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啊 所以其实 其实像 对于中国最好的剧本 会是什么呢 比如说刚刚 透过各种方式 尤其是经济上的啊 或是在外交上的啊 或是在法律上 舆论上的去 慢慢地战吃你豆腐 然后甚至最严重的 改变台湾自己 国内的社会舆论 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投降 或者说还是我们就 放弃我们的防卫了 这样子花太多资源 在国防上面了 好像这样大家 人命会受到影响很危险 我们不如去跟中国 签一个和平协议吧 所以你知道像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 这个也不只是 现在有政治人物 在推这个议题啊 像以前像 马英九曾经有提过 和平协议这件事情的事情 那这个 郭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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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也是想选总统的人 侯友宜说 我要反台独大游行 反台独大游行 对反台独 所以是挺中国统兵嘛 不好说不好说 柯文哲 柯文哲 柯文哲不好说 对对 大家可以 欢迎请密集锁定 我们莫草的各种报道 就可以知道 柯文哲在想 对中国最好剧本呢 他甚至就是 他也不用出兵 所以就是那个 最高境界就是 不战而去人之兵嘛 我甚至不用派兵 我去影响你的舆论 让你台湾自己的国民 因为你民主国家嘛 你自己的国民 如果不管是办公投 或是你投票给一个支持 和平协议 或是甚至就是 投降的政治人物 当总统 那就是你们自己 民意的决定 不管我中国的事情 我也不用担心 国际的潜招 为什么你们自己 台湾岛内的人 就这样做决定了 对不对 让我们两岸统一 中华民族的共同复兴 不是刚刚好而已吗 所以这个是 反而是对他们 最好的剧本 而这个就是 灰色威胁下 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他不用真的出兵 就可以改变 台湾的主权地位 那对中国来说 这样蛮划算的啦 对 所以就是我们要 让大家去了解 就是说 战争可能的形态 非常多元 不是只有就是 开枪开炮的那一瞬间 某些程度呢 台湾现在就是 在处在一个战争的状态 其实这个战争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而是就透过 刚刚各种方式 去影响台湾的议论 影响台湾的经济 影响台湾对于 各种议题的认知 然后就会让我们觉得说 好吧我们可以 我们还是投给谁好了 或者好吧 那我们还是对中国 这个放松防备 我们不要买那么多武器好了 我们还是投降 我们还是和平好了 这样子就可以达到 中国最想要的剧本 因为刚刚讲到 有非常多 不同形态的战争的方式啊 然后或者是影响的方式 对那是不是好像有个名词 叫做混合战之类的 对对 不过混合战这一集呢 我想它就 可能会需要花一集的节目 需要到下一集 我们才有办法 好好的花时间 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 好那如果各位朋友 听到目前为止 觉得还算是有趣的话 我们下一集会谈混合战这个题目 好 那今天我们谈了比较多 关于灰色地带冲突 这样子的前置手段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 关于灰色地带冲突 作为战争的前置手段 这样子的题目 对所以 我们希望先透过这个方式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战争有可能很多的形态 那我们下一集就要继续 照正的这个脉络讲下去 会跟大家介绍 另外一个现代战争 常说到出现的一个名词 叫做空头战 希望大家了解这个概念 卧槽的民房观望什么事 是一个讨论民房议题的节目 那我们希望能透过 让民房议题变得有趣生活化 来让大家一起了解 全民防卫的重要性 那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们 那今天聊到的文章 相关的连结啦 或者是资讯 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follow 卧槽的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跟我们的Podcast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定期定额 支持卧槽 让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 好 感谢大家 大家下次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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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